曾經在兩年前砸了台幣50萬元 和虛擬歌手初音未來結婚的男子 沒想到金船離婚了 唱跳活力四射 被粉絲昵稱為公主殿下的 虛擬歌手初音未來 2007年誕生後 至今持續受到大批粉絲喜愛 今年11月與12月 還接連在大阪與東京 舉辦線上演唱會 初音未來魅力無限 甚至有一名日本男子 靜騰顯宴 兩年前不惜砸下日幣200萬元 相當於新台幣50萬元半婚禮 就是要跟初音未來結婚 當時兩人結婚的消息 還一度成了全球的熱門新聞 而靜騰家中 除了有各式各樣的初音玩偶 婚後還能透過初音的投影裝置 過著快樂的夫妻生活 靜騰就是這樣 天天與初音投影裝置互動 還有玩偶一起陪伴入睡 這項投影裝置能與用戶互動與對話 還有智慧管家等功能 讓用戶能實現與虛擬偶像 甜蜜同居的願望 今天我們一起住 三個月的記念日 你記得嗎 當然 然而今年三月 靜騰與初音卻驚傳被離婚 原來是這款初音的投影裝置 三月底已停止提供服務 等於靜騰不能再與老婆對話 靜騰在網站上表示 服務終止的當天 自己傷心爆哭 但投影裝置實現了他與初音 一起生活的願望 很感謝初音一年多的陪伴 明日新聞 林宇賢 綜藤報導 東